本以为杨蓉至少是在水里拍的,比如在泳池里拍的,或者在澡堂拍的,但是实际上她拍着洗澡戏时是在帐篷里拍的,而且是没有很多水的,简直可以说是该拍啊,剧中的洗澡戏是这样拍的。 图一我能忍,网友,导演是假装,看不见,骂小哥哥,这张水下写真是不是美好了,这把子是如何相法不羁又完美的飘,在合适的地方的呢? 当然,海并不是真的海,而是巨大的水箱,在干化玻璃水箱中布置各种岩石,沙子作为海底的景物,在水箱后放着布景板,画着各种水草或其他背景。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,但是实际上演员下半身,都是会穿着衣服的,可能这就是只拍上半身的原因,剧中的洗澡戏是这样拍的。 图一我能忍,网友,导演是假装,看不见那国民闺女关小彤的洗澡戏,关小彤一直走的是清晨路线。 但是在某部古装电视剧中关小彤下,观众们展现了自己的美金跟美贝,在花瓣跟水珠的点缀下,镜头里的关小彤看起来美极了。 但是真实的情况,却是在关小彤的周围,摆放了无数个水蒸汽,为的就是营造洗澡食物气寥寥的景象,所以这场洗澡戏也不会有水了。 网友吐槽就是干洗澡在妖形天下中,从视频中来看,花瓣坐在一个冒着水蒸汽的木桶中,脱光了衣服在洗澡,动作轻柔妩媚,十二零一些花瓣在胳膊上,可是当花瓣起身时,却分明可以看到有红色度都遮在胸前。 这是什么操作,难道洗澡还要穿肚子,不过估计也只有花瓣才能如此清奇,这个袁珊珊的西红柿鸡蛋汤被调侃了好久,不过得知真相真的是大憋眼镜,剧中的洗澡戏是这样拍的。 突一我能忍,网友,导演是假装看不见吗?